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不足啦 那甚至现在就是公布了第一季的一个财报 那有些股票不好就跌下来 所以基本上你说这个盘 当然绝对是多头啦 我个人认为 那你说以K线形态来看 对不对今天的大盘 来到前波的高点附近 这边有一个套牢的卖压 那冲高之后压回 OK好技术面来看 这样算是OK的 但是你说这边会不会过 我认为绝对会过啦 绝对会过啦 现在就是等一个 怎么讲 一个领头羊吧 你说2330的台积电 对不对今天是 跳空但是收黑K 理论上台积电来到500块真的不贵啦 真的不贵 甚至呢你看到嘛 有没有 这个巴爷爷 那在礼拜天他们 对不对他什么 波克夏海社会的那个年会 他也讲 终于他说出了原因啦 就是为什么要卖台积电 最主要原因说 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嘛 所以你说他也认同啊 台积电是了不起的公司 真的啊台积电很了不起啦 说实在以前台积电还小的时候 你看对不对 大家目标就是把intel打败 那现在呢反而intel 可能都要三奈米 到了高阶制程都要下单给台积电嘛 那甚至台积电跟超微的合作 也把intel打得稀里哗啦的 那三星呢 每次都说我要跟台积电竞争 结果呢客户在哪里都不知道 所以真的他也认同说 台积电是了不起 对不对 但是呢他还是宁愿选择 去投资日本 最主要呢就是 现在很多阿兜啊吧 很多外商也好 很多外资机构也好 或者说甚至台湾的一些人也好 也都认为说 有可能会打仗 有可能会打仗 当然啦我们觉得说 我们自己个人觉得应该是不可能 应该是不可能 但是你说对那些大外资来讲 对不对 你说对巴菲特来讲 他就觉得他心里会不舒服 他会考虑到风险 所以你说台积电股价委不委屈 真的委屈啊 其实说真的啊 有时候你看说这个盘 有时候就这样 这一两年来 对不对一些政治的风老或战争 讲难听一点你说 对不对 搞到你说连雷虎 哇可以涨到七十几块 对不对 什么宝衣的 涨到六十一块 这个做生化家晶片的全训 涨到两百零六 对不对 涨得比这个文帽还贵 有时候怎么讲 这就是对不对 政治的炒作嘛 我个人认为是政治的炒作 如果说你认同 对不对 军工是主流 你就去玩吧 我个人是不会认同 就跟那时候有没有 六五四七的高端 那时候在涨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那时候高端在涨 你看那时候高端在涨 合一没涨 有没有 那时候合一还跌了 你看合一那时候从两百六 还跌到一百对吧 跌到一百五一百七 一百七是几 那时候合一在跌你知道吗 那时候高端涨得很凶啊 有没有 那时候高端涨得很凶啊 我的特助都每个都告诉我 老师啊 你应该要买高端啊 高端对不对 市场人家说 会涨到哪里 涨到哪里 那时候听到的目标是什么 五百啦 但是我真的没兴趣啦 我只能说这种股票 它就是疫情概念股嘛 对不对 跟那个阳明长龙都一样嘛 这疫情过去了 绝对就会死嘛 跟那个恒大一样嘛 恒大对不对 两百多块 你看我 沿路的说卖卖卖卖 现在二十几块 这个都是短暂的东西啊 你说做股票你要做那么短 说真的 对不对 你看那时候 市场 我跟你讲 市场大家 有人听到 这大部分都是什么 五百块啦 啊最高呢 我四百一十七而已 五百块也没来啊 对不对 五百块没来之后呢 现在多少 六十三块 所以我是觉得啦 这边真的 有很多的 怎么讲 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说 军工 我是不认同 就像说 在礼拜六礼拜天 跟一些业界朋友在聊天 也是啊 人家真正的是做 做产业的人 你说雷虎 无人机做得出来 真的吗 汉翔可以赚多少钱 你算得出来吗 宝衣 对不对 然后那什么 对不对 五二二二二 全训 对不对 那如果梦醒了 我讲难听一点嘛 对不对 你说雷虎 七十七块 会比这个 做切割机的机台的泰森好吗 我不认为 对不对 这个多难做啊 这雷射切割机多难做啊 要不是因为说什么 美中的科技战 对不对 中国大陆被钳制了 拿一些设备的延迟等等 或者说英特尔 对不对 最近那个三奈米 也是比较延迟一点 台积电影也相对的延迟一点 股价不会那么弱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个会 做这个机台的雷射切割机 会输给 做遥控飞机的 遥控飞机77块 我就不认 我不相信了 我说实在我不相信 对不对 那时候就是啊 1325的恒大啊 有没有 那时候一堆 一堆什么投信啊 一堆网红啊 我也认识一些网红的人 他们也不算分析师啦 他们有些都没有牌 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很多网红都没有牌 那时候都在讲恒大啊 200块啊 都说会超过台积电啊 那时候恒大多少 210几块 那时候台积电也是200多块 对不对 我真的听了 我都觉得好好笑 真的很多人相信 到后来呢 台积电涨到688 恒大呢 200块跌到20几块 所以 我个人是这样啦 其实 做一个分析师 做一个投股老师 对不对 我们都要对会员交代 每一档股票 其实 真的它都有它的基本面 就像说你说像这个 例子 今天涨停板 我们有留一些啊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 我们有获利出一半 然后又留一些 我就是要看它 怎么讲 5G的均热片 车用的散热 真的会不错耶 对不对 那大盘跌6000多点 反正也还好啦 也可以啦 其实真的 很多股票 你看这个借铃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这个车用的 导现价也是非常的好啊 当然上次 冲上来有调节的啦 有出了 这边有出一些啦 对不对 所以 真的啦 说这个盘 说真的 早就该涨了 台北股市本来就很可怜 对不对 台七店也是委屈啊 你说 鸿海便不便宜 真的我觉得鸿海很便宜耶 对不 你跟广达来比 你这鸿海看了 广达是 除拳完又填拳耶 对不 广达跟你讲 他有伺服器 他有 他有NB什么代工 鸿海没有嘛 对不 所以 这个 我们不是政府啦 我们不是控盘手啦 我们也不是大主力啦 但是 我只是跟你讲说 其实做股票才是这样啦 有时候 其实你还是要看说 公司的基本价值啦 不是说利空去杀 利多去追 利空去杀 利多去追 都不对嘛 对不对 有些长得很高的 长得很离谱的 很多人就是 以而传而的时候 你自己都要 心中有定见 对不对 那时候真的啊 长龙阳明那时候在涨的时候 我也知道他会涨啊 但是 我真的不敢买啊 我真的不敢带会员买 我只能一直劝你们都不要在这边买 赶快卖赶快卖 你看现在马斯基也说不好嘛 对不对 第一季也不好嘛 你看这个线 真的很惨啊 你看这万海 对不对 破底在 欸 破底 还是持续的破底 对不对 200多块跌到现在多少 这边是 喔 万海这边300多 万海最高300多 真的啊 好可怕喔 这300多 最多300多 现在多少 59块 当然你在这边杀低是不对的 但是你说真的啊 对不对 他就是 一时的那种 炒作起来的 你买股票不能买这种一时炒作起来 所以为什么你说这阵子 真的啊 只有做 做军工的老师可以收到生意嘛 雷虎啊 什么挖锅的宝衣啊 对不对 隆德造船啊 什么 长龙航泰啊 一堆的 但是我真的我不敢买 我讲难听一点啊 你说 那时候高端也说要做到500啊 市场传闻说要做到500 我的特助工的老师 人家说要做到500 你还不赶快买 对不对 你看你的合一那时候都不会涨 那时候合一都不会涨 高端你看 你看高端多强啊 我才不要 后来呢 跌成这样 对不对 所以 真的啦 股市就是这样 他就是 很贼也很现实 就像说很多头骨老师 反正为了做生意嘛 每天都有墙的 每天都赚嘛 每天都涨停板嘛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啦 因为毕竟 做人比较重要啦 对不对 为了赚那一点钱 为了多骗一点钱 是不是 而搞得 真的 人不是人 我觉得真的 有时候想想也是蛮可悲的 有时候想想会觉得蛮可悲的 反正你们就是 真的你们要做 长线的股票 因为就像说 对不对 你看嘛 这个什么 他的巴菲特的一个长期的商业伙伴嘛 这叫做盟格嘛 如果有一件事情应该做的话 他就说了 那就是与中国大陆相处嘛 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嘛 为了美国共同的利益 应该是要与中国大陆 进行大量的自由贸易 其实你说 真的啊 你说这些拜登啊 有的没有的 真的共和党什么 麦肯锡啊 有的没有的 我觉得真的都是为了选举 普丁也是坏蛋 都是为了选举嘛 每个现在对中国大陆都很狠 是不是 但是 讲的现实一点啊 你在美国 你怎么可能 制造业都拖回美国 不可能嘛 你光是台积电 这么精实的公司 一直到美国去设厂去制造 成本都高出了 对不对 五成到一倍 对不 那个是苦往肚里吞 你说其他比较没有附加价值的产业 你回美国制造吗 不可能嘛 或者高污染的 你说PCB啊等等的一些 对不对 化合物的产业 不可能啊 所以这些人就是 在胡搞瞎搞嘛 为了他们的选举嘛 你等到选上了 可能拜登又会变 也不一定 对不对 他现在 对不对 狠狠狠狠 这中国大陆都狠狠狠狠 哪一天他连任了 可能他态度又转变了 因为他知道不行嘛 美国再这样自己搞下去 没有什么朋友 对不对 你在继续的升行 你银行要倒几家 不要说继续升行 你光是维持这样高利率 你很多的银行 动不掉嘛 你看看这次 那些银行也没有错啊 对不对 那些银行不是掏空 那些银行是因为买美债 买美国政府公债 美国政府公债 应该算是最安全的吧 对不对 买美债还可以赔到一屁股 还可以赔到说要破产 那真的是够了嘛 所以我是觉得啦 你说真的 以长线来讲啦 你说现在美国这些人这么狠 但是他们也撑不了多久 因为大部分你看嘛 半导体 中国大陆的需求绝对是最大的 全世界里面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大陆 你看NVIDIA 他也是用比较 对不对 中低阶的产品 比较刺激的产品 他也是走法律的漏洞 你拜登为什么不去禁止NVIDIA 不敢啊 他也知道嘛 反正我就是这样讲 但是你们要做 你们自己偷偷的做 他就是要骗选票 这些人都是骗选票 但是 说真的我们在做投资 就像说巴菲特 他真的 我觉得他真的蛮老实的 对不对 他真的是值得尊敬的人 他也很老实告诉你 为什么我不要卖 要卖台积电 就是因为政治低缘的风险 所以 这边来说 我是觉得啦 这个盘 就是有些股票季报不好 季报不好 它就是会受到影响 但是有可能就是利空出尽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已经跌到很低的位置 就像你说像这个8027 我觉得公司买库长股嘛 买在52块嘛 成交上今天有大 有大都是好事 有大都是好事 对不对 这个他做的产业 他做的东西 做的机台其实是蛮先进的 没道理 那你说像这个敦泰 敦泰来说 他就是比较 本来就是比较不好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300块要你卖 但是你说第一季财报不好 我觉得今天有这个量 反而就可以观察 反而就可以观察 对不对 你打下来反而可以观察 就像说你说 这个药华药 药华药好像就是 什么 四月营收不太好 不太好嘛 什么 四月营收减嘛 越减 是不是 四月营收越减 来 应该啦 四月营收年减 年减又越减 对不对 年减又越减 但是 还好啦 一到四月营收也是都不错啦 那现在就是 今天的量 本来早盘是很大 到现在还没有很大 所以 还要再看一下 还要再看一下 所以为什么说 真的你有药华药的 你买在500多块的 你不要乱加嘛 你不要乱加嘛 为什么 因为这个量 还不能说代表 很重要的关键 那你上周的量 前几周的量是不错 这跟大量 这跟周量是蛮漂亮的 对不对 是有点蛮漂亮 但是你说今天 这样子打下来 它有可能来回撤 有可能来回撤 那最好是收脚收上去 所以这边药华药 我觉得还要再观察 因为毕竟它已经是 大涨过一波的嘛 对不对 大涨过一波的 那 日本药阵也拿到了 接下来就要看 它的营收的表现 你说合一呢 对不对 今天以合一来看 你说五分钟 真的也没什么卖压 你看这个成交量也不大 对不对 以五分钟也没什么卖压 你看这几笔 这样灌下来 对不对 可能又有人在那边 撬来撬去 这边才几百张而已 两百多张而已 对不对 288就给你灌下来 灌破之后 又有人买上来 尾盘又有人买上来 就有人喜欢在那边搞它 小搞小搞 那当然今天也是因为说电子股涨 或者说今天的保瑞 千保瑞大跌 千保瑞跌6%多 那保瑞是因为什么 对不对 前几天就是这个隔日冲 有没有 那我也在东森讲 我说 真的一看这个 掌停没锁死 掌停没锁死 应该就是隔日冲的杰作 那一天就是七千多张 那个土城勇你买了四百多张 凯基台北也买了一百多张 那应该这边都出掉了吧 我也懒得去查他们 因为我们没保瑞 那今天呢 就打 打下来 所以你说这些短线的阻力 他们真的他们有时候也是 没什么感情的 他们坐骨验没什么感情 他们就是 反正你强嘛 我就给你追掌停板 我就给你锁 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开高 冲高 我小赚出 还赚手续费 如果不行 对不对 打下来他也要认赔 但是他可以回冲一些手续费 但是有时候就这样 短线的筹码可能会被他搞乱 对不对 你看今天也没来由啊 保瑞今天就跌 跌了六%多嘛 今天就跌了六%多 影响到整个生技股的气势 但是还好啦 你说像美食 美食今天尾盘是有收高 对不对 美食看起来是有点要突破这个味道 美食有点要突破 然后台康生呢 有没有 也是慢慢的垫上去嘛 这个就等药症嘛 这个肉会比较多啦 所以 为什么说清代会员我会 对不对 有资金呢 那买一些台康生放的 这个比较有肉 但是上去有调一些啦 那你说像泰福嘛 泰福就真的便宜啊 说真的这个 这个价位泰福是便宜 因为他是减之过的 所以 美党的位阶不同 我常讲你说你买生技股就是 你要买在风险比较低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有肉的时候 这样子你买生技股才有意思 因为 生技股你说 什么时候他要发动 就像说你说合一 对不对 大陆要正 我这次暂停也是 又快三个月了 又快三个月了 他能拖多久 对不对 什么时候发动 说不定很快啊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不想等你就赶快卖一卖 对不对 你就不要留合一嘛 你觉得他贵你就卖一卖 我常常说这样 这样劝各位嘛 对不对 你如果说 你觉得他也不错 甚至你说合一也不只有欧文101 他还有很多药嘛 对不对 都是大药嘛 都是有他的价值在 有他的未来性灾 有他的未来性灾 现在就等一个发动的时机 是不是 那再来你说 像这个也是一样嘛 这个也是在等药证嘛 那就是药证拖很久 所以才 才从100多块跌到 跌成这样嘛 因为现金增值大家很害怕 才跌成这样嘛 你买在这边其实 都真的不贵的啦 对不对 买在这边是不贵的嘛 而且又有大量 第一档又有大量 谁在吃货 对不对 第一档有大量 九千多张耶 这边九千多张谁在吃货 对不对 这边九千多张谁在吃货 绝对不是散户啊 对不对 股票是这样看的 不是什么技术分析 什么指标 什么软体 有的没有的APP 到最后呢 对不对 要买在500多块都不敢讲 好厉害喔 那我要买在500多块都不敢讲 是不是 合一跌也不敢讲 连发客被嘎死了也不敢讲 对不对 所以 真的啦 他讲说 头骨老师很多种啊 你自己去选择啦 那我们 反正我们就是做我们该做的 买有未来的股票 然后不贵的股票 因为毕竟你说这个行情 真的啊 你说 会不会到一万八 我觉得 都有机会啊 甚至在创历史新高都有机会啊 对不对 你看今天的中国大陆股市 有没有 今天其实中国大陆股市还蛮强的 今天盘中 把他看台北股市软软的软软的 真的是 大家不太想玩 量都说嘛 但是你看中国大陆股市很强耶 对不对 大陆股市都很强耶 是不是 所以对我们来说 小老百姓来说 就是真的安居乐业嘛 对不对 你们这些政客都不要乱搞吧 不要每天都台湾很危险 要打仗要干嘛的 好好的拼经济比较实在吧 对不对 所以 你说中国大陆股市也不错啊 最近也不错 你看今天又创了一个 反弹的新高嘛 那你看 真的欧洲股市真的也都很好啊 对不对 你看 法国巴黎都创历史新高了 德国最近你看 德国最近反而 诶 有点要供的味道嘛 德国最近有点要供的味道嘛 对不对 就现在剩下美国 美国你国债的问题 那你们自己去解决了 那美国会不会倒 应该不会吧 对不对 那拜登也不会那么笨嘛 搞到说美国 在他执政的时候 你看通膨也那么高 对不对 银行也倒那么多家 是不是 然后呢 美国的国债又违约 不可能啊 所以 这他们自己会解决啦 所以我认为说 这边来说还是做多啦 还是做 做低档的电动车没有改变 AI没有改变 我还是跟各位报告 对啊 生技股就是 个别的公司不同 你看宝瑞 今天 今天会跌这么多 我也我也不知道 也是出乎我意料中 因为看起来 也还好啊 你说土城永林 他们 葛日中出了 那量也没有特别大 那竟然竟然会杀这么多 那就 可能就他长多了吧 对不对 因为毕竟他也是长到八百多块 是不是 这本来就不是我们的 操作的目标 因为长太多了 反正我觉得 对不对 台康生的肉会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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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前阵子之前的 这个法人大户的目标价 本来就是 这边来说他会比较多一点 现在的价位 因为毕竟 那时候郭台铭 有没有 入主的时候先涨到195 有没有 先涨到195 你说 像太福 这真的便宜 真的便宜 如果说 要证过了 他至少也涨了好几根吧 对不对 那时候再来说吧 合一呢 对不对 这边就看嘛 比今天合一只跌比较多 但是今天中天还好 对不对 今天中天反而还好 如果以价格来看 中天当然 这阵子中天会跌得比合一深一点 这边中天跌得比合一深一点 但是 你说嘛 这边就是 合一会有人在那边乱冲乱搞 就像说你说 看这5分k 对不对 其实 这些量灌下来的量都不大 都不大 200张对不对 177张都不大 甚至你看这边故意打破下来 有没有 不知道谁卖的 卖了288张故意打下来 但是 后来又被吃回去 有可能他们是在做 就是做什么 做一些对不对 冲的动作 或者做一些手续费的动作 那也要冲的好吧 可能又是凯基台北那些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觉得这种冲 打下来真的也是有点假假的 有点假假的 那当然 以他的价位来说 我觉得是不贵 以他的价位来说 我觉得不贵 那再来你说 像鸿海集团真的 应该也要动了 鸿海应该是礼拜四吧 开始做一个法说会 那再来你说电动车的概念股 或者大转机的概念股 我觉得这边 真的整理完之后 还是要往上走 所以来到这边 不要去追高杀低 尤其是一些股票 我是觉得 涨太多的 什么政策概念股 什么军工 什么重电 我个人觉得是涨蛮多的 那你自己不要乱追 你要追你自己去追 但是你说探权 探权是还好 永丰鱼 永丰鱼算便宜 那你说滑指 滑指来说 他就是筹码比较强 因为毕竟探权 不是说我们台湾的政策 是全球的政策 对不对 你看欧盟也为了说 要抵抗那个什么 美国的那个环保法令 美国拜登就是 他补贴的政策 就是只限制说 你要在美国制造 要超过多少% 才会补贴你 所以欧洲国家很不爽 所以他们也是 祭出了什么 探权的一个保护法 那探权是全球的 会比较长一点 那强的就是滑指 你如果比较安稳的 可能就永丰鱼吧 所以你说这种还可以 这种还可以 那你说当然 比较凶的绝对是生技股 绝对是IC设计股 那IC设计股 你说像创意真的 又来到前波高点 这边就看他 有没有表态 做突破的动作 可能有些阻力 对不对 看到有机会了 再来尬一次空 也不一定啊 不过现在龙剑只有800张 这边龙剑只有800张 那就先看一下吧 但是你说像这个威盛 我是觉得便宜的 我也是在看威盛 看什么时候可以跟他再玩一次 他跌下来 他跌下来是便宜的 所以 每档股票位阶不一样 那 当然 我们是找比较低阶的 比较低档的 来找机会 好不好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欢迎来电 也祝各位超顺利专大钱 明天再会 拜拜 你好 你 有什么事 你 吃 就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